一个男人拥有从现实世界与修仙世界来回穿越的能力 他在现实世界中带到修仙世界后的大白菜 下一秒就变成了修行者哄抢的绝世灵草 男人叫做白亦凡 一开始他还在出租屋内做饭 不小心割破了手指 血下好滴落到了他家祖传的古戒之中 当他回过神来 却发现自己带着大白菜穿越到了一个修仙世界 而大白菜下一秒却进化成了绝世灵草 引得众人出极高的价格购买 于是白亦凡依靠他祖传戒指的能力 从现实与修仙世界来回往返 用现实世界带来的各种水果蔬菜 在修仙世界挣了几个小目标之后 他就来到了燕国刘云成的万宝楼 万宝楼内政举行着拍卖会 听台下众人所说这次万宝楼所拍卖的 可是人族十大圣地之一五行圣地中流传出来的功法秘境 这个消息不可能有假 因为连刘云成副甲一方的林家大少爷都来了 而林家大少爷林云凯这次来的目的 就是用自己绝对的财力把这次拍卖的所有物品收入囊中 故意会一个妖娆的女子扭动着自己的屁股怎么出来 而这个女子就是万宝楼商会的那篮掌柜 废话不多说 这次拍卖的是传自五行圣地的黄街高级功法班山局 起拍价三十万金币 话音刚落 台下众人接二连三的开始出价 从三十万喊到了四十万 这时林云凯举手喊到三百万金币 一群叫花子哥这里讨饭了 居然一点一点的讨价还价 而在场的众人也是被三百万这个价格给担住了 再也没有人能够高出这个价格 就在那篮掌柜要宣布得主时 一只手举了起来 只见白亦凡一脸得意地说道 三千万金币 应该没有人出价了吧 话音刚落 台下瞬间一片哗然 三千万 足足翻了一百倍 这个价格几乎能买下一座流云城了呀 林云凯听闻此言表情顿时就黑了下来 哪里来的臭小子 居然敢抢本少爷看中的东西 就在他要再次出价时 他身后的老者小声劝诫道 少爷切莫意气用事 不要忘了我们此行最重要的目标 眼看在没人出价 那篮掌柜一锤并音 就在众人以为这次的拍卖已经结束就要离开时 那篮掌柜下一刻却拿出了今天的压轴宝物登天令 起拍价两百万金币 每次加价不得少于十万金币 众人见此立即就不淡定 居然是传说中的登天令 而林云凯身后的老者也在这时说道 少爷这是城主府的希儿姑娘梦寐以求的东西 咱们若想和城主府结亲 这东西必须搞到手啊 另一边的白亦凡完全不知晓这玩意有何用 问到一旁的兄弟登天令是什么玩意 这给男人都整不会了 最后白亦凡在他口中得知 这登天令是个大圣地长老游历世俗是因为缘分赐下的 拥有登天令便可以免去圣地的各种考虑 直接就可以进入圣地修行 这给林云凯都整笑了 刚刚才挥霍了三千万 现在却居然连登天令都不知道 看来只不过是个香巴老爪存在的 这登天令必是我囊中之物 就在他喊出五千万金币时 一生一亿金币惊呆了全场众人 我说一亿金币没听清楚吗 难道今天来的都是些耳背之人 纳兰掌柜听到一亿金币后激动的立刻狂敲桌子 这条肥鱼可不能放我 待拍卖结束 纳兰掌柜殷殷勤地说道 请问公子是怎么结账呢 我们万宝楼盖部接受欠条和分期付款 由于金币数额太大 他便领着白亦凡去了贵宾房 林云凯见此即刻吩咐老者跟上去 我倒要看看这小子是什么来历 不多时他们就来到了贵宾房 白亦凡让众人在外等候 因为他现在就要回到现实世界去进货 这男人可以在现实与修仙世界来回穿梭 他从现实带到修仙世界的任何植物都能变成绝世灵草 但他却在修仙世界欠下了几个亿 由于他刚从万宝楼拍卖会淘了几件宝 还没有支付费用 于是他靠着祖传的戒指穿梭到了现实世界 挑选着能够带过去作为费用的果树 但家里却只剩下了南瓜和冬瓜 超过二百克的大家伙他带不过去 随后他瞟了一眼窗外 瞬间就有了想法 而另一边的修仙世界已经过去了一天 在门外的内兰掌柜已经等不及了 就在他要推门而入室 正巧白亦凡就打开了房门 奈兰直接就撞入了他的怀里 白亦凡扶着他调侃道 那兰掌柜这还没过年呢 可不惺惺此大礼啊 奈兰听闻此言不禁羞红了脸 不知白公子的金币准备的如何 白亦凡却开起了玩笑 这金币嘛 准备起来着实有些麻烦 两个守门大哥听后立即就要动手 就在拳头要呼在白亦凡的脸上时 他却掏出了一颗灵草 虽然没有金币 但不知道这玩意你们敢不敢兴趣 奈兰看后整个人都呆住了 这居然是能够让人起死回生的龙尾草 这里要是不够的话 我背后还有一箩筐呢 而这都是白亦凡在小区的环卫大一那 捡得几颗杂草吧 这时内兰急忙说道 公子我们打个商量 这些灵物我们万宝楼都买下如何 我记得这龙尾草好像是四千万一颗吧 如果你们照单全收的话 可是要道付我几个亿啊 不久之后白亦凡便挑着一麻袋的宝物 走出了万宝楼 走前还不忘叮嘱内兰将剩余的欠款先寄在账上 当他走到野外时 几个剑裁眼开的小人拦住了他的去路 但他却是丝毫不慌 因为他早就料到自己的财富会招来杀生之火 在此之前他就学会了遁地术 而在修仙世界他完全看不懂功法 但回到现实之后修炼起来却一如反掌 受在对方刀刃砍向他时 他立刻使用遁地树闪的无影奴踪 冷艳如霜的美女本是城主府的千金大小姐 却只因老人无意中冲撞了他的马车 就以老人破坏他游街的心情 命令手下砍断他的双腿 就在不久前白亦凡正在一处山林修炼 经过这长达两年半的练习 之前在拍卖会拍下的班山诀 他已经修炼至了大场 虽然他的修为现在只是脆体镜 但他的实力足以媲美内壮镜的舞者 而这个世界的修为一共分为十七大境界 脆体镜断骨镜内壮镜 斑血镜洗髓镜开窍镜 子斧镜灵力镜灵刚镜 灵海镜天人镜归一镜 金丹镜法相镜猎神镜 有须尽度捷径 如此白亦凡也算是初步踏入了舞者的世界 忽然一道救命声传来 原来是一群村民被狼群围困 情况不容乐观 就在野狼扑向倒地的小女孩时 一记拳光狠狠砸扁了他的脑袋 还没等众人有所疑惑 狼群已经扑向了白亦凡 只见白亦凡大喝一声 一拳轰出犹如巨龙环绕 所有的野狼便倒在地上不省狼事 村民见此纷纷围了上去 热情地邀请白亦凡去到他们村庄做客 几日过去白亦凡仍旧还在修炼 他依靠着自己的修为帮助村民砍了木材 这时小女孩走来递给他一杯热茶 小女孩名叫若若 而这些木材是用来修建他们的村庄 这几日白亦凡已从脆体径突破到了断骨镜巅峰 离内壮镜只差临门一脚 不多时若若的父亲 已经将之前采集的狼皮装满了马车 打算去及时售卖 并邀请白亦凡和他们一起去看看 不久之后他们便来到了热闹非凡的流云城 带狼皮卖得差不多时 若若想要白亦凡带他去逛逛 顺便帮他买串糖葫芦 白亦凡本想推脱 还没等他开口 若若的父亲木铁就让他们快去快回 路上小心点 猛逼的白亦凡还在猛逼 木铁大哥你就这么放心将自己的女儿 交给一个才认识几天的男人吗 就在他俩买完糖葫芦开心地回去时 前面却围满了人群 那是阿爹的方向 当他俩挤入人群后 若若眼泪止不住地流了出来 眼前遭受殴打的正是他的父亲 若若哭泣着丢下了自己心爱的糖葫 朝着他的阿爹跑了过去 木铁知道这群人心如蛇血 想要若若不要过来 就在男人一脚踹向若若时 白亦凡及时抓住了他的脚腕 并将他扔飞了出去 一个脆体静后气的男人 居然对一个毫无腹肌之力的女孩动手 你还算是人吗 而白亦凡的这一举动 却引来了所有人的围攻 但怎料却被白亦凡三拳两脚 直接干趴在地 这时白亦凡身后的男人劝诫他住手 对方是城主府的人 咱们惹不起 一旁的城主府侍卫统领周衡 注意到了白亦凡骨镜的修为 不足以对他构成威胁 于是他走上前叫嚣道 几个不长眼的废物 冲撞了我家小姐的坐驾活该于此 迫于对方的势力太过强大 木铁归在地上想要请求他们饶恕 但城主府的大小姐兰希尔 却依旧不依不饶 命令周衡将他们的腿砍断 接下来他说出的话 更是让白亦凡感到恶心 你们失去的不过只是一双腿而已 而本小姐失去的 可是尤街的好心情呢 紧接着周衡挥出大刀砍向木头 怎料却又被白亦凡出手阻止 万保楼的内蓝掌柜嘴皮子 到底有多强 近三言两语 就让城主府的大小姐难看 就在刚刚 兰希尔凭着自己的背景 欺压百姓 并命令周衡砍断 弱入父亲的手脚 白亦凡实在忍不了挡住了他的刀刃 并轰出一掌环与对方 周衡自知不能应接连忙后退 白亦凡则是乘胜追击 周衡利用大刀阁挡 却不料被白亦凡一拳击碎 周衡这才意识到双方的实力差距 就在他得意自己的铠甲 是城主相送时 白亦凡先是眉头一皱 紧接着挥出左手出气 不意轰在了他的胸口 周衡当场盗飞树掌 我只是没站稳 跋扈半生的他 何曾受过如此屈辱 下时间澎湃的血气在他身上暴起 他施展出了血气外发 顿时两人拳头霹雳啪啦地对轰在了一起 周衡身上突如其来的力量 让白亦凡大吃一惊 因为这是他穿越到这个世界首次语言交战 周衡当即嘲讽 连武技都不知道果然是乡野村妇 怎料白亦凡却是满脸不鞋 比我高出两个境界才只有这点实力 那你的余生就到此为止 周衡倒在地上血肉横飞 他到死都不能理解一个连武技都不会的毛头小子为何会这么强 若若连忙抱住白亦凡关心的问道凡哥哥你没事吧 若若放心吧我没事 此时他有些感慨 看来就我这来自地球的肉体 放在这个世界也是神体一般的存在 另一边的蓝星儿恼羞成怒 当即吩咐手下群起公知 势必将白亦凡等人关进大牢 若若的父亲听后催促我们快跑 听说进了那城主府地牢的人没一个能活着出来 这是一道格外响亮的声音传来 蓝小姐真是好大的官威啊 当众人转头看去来人正是万宝楼的内篮掌柜 当街马踏平民草菅人命滥用官权 这燕国难道已经易主成了你们篮家的不成